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广告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看昨天晚上跟今天早上 我看她的这个开示 开示 他上面写说 他修的在1998年2月15号 2月15号 他修宝元度母的父母 宝元度母的父母 宝元度母21度母里面有宝元度母 宝元度母是什么 是嗜财福的 嗜财福的度母 那么宝元度母就讲了很多的法 讲了很多的道理给他们听 给大家听 这时候宝元度母也嗜给他们一种东西 我看是什么 哦 知道了 他嗜给他们每人一条念珠 宝元度母下降 然后他嗜给他们所有的人 这个一条念珠 你们收到没有 没有 一样的 他也是这样子问 这个叉叉也是这样问 你们收到没有 没有 因为你们看不到 其实宝元度母早就赐给大家一条念珠了 他就是这样子讲 那么既然你们都没有办法使用 也看不到 那他就教育乐法师说 你去把所有的念珠拿出来 经过叉叉加持以后 等于是宝元 这个宝元度母 宝元度母 来加持这条念珠 使用的念珠 每个人一条 请问 这个念珠是白给的吗 没有 念珠是没有白给的 他就是卖念珠最好的方法之一 最好的手段之一 一抓出来一大把念珠 全部卖 这是宝元度母 示给你的念珠 首先是示无形的 现在我是示有形的 是经过我加持以后 等于宝元度母加持过的念珠 你们念了就有福气 然后分给大家 每个人一条 他终于把念珠卖完了 太厉害了 这里有什么东西好卖的 好多念珠啊 怎么那么巧 好多念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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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将就会是